今天就跟大家說這個Berlin Minimal新出的化妝系列 這個化妝系列有點特別 它是專門用於容易生暗瘡的時候的皮膚用 因為很多時候 尤其是青春期的時候 或者皮膚容易油脂分別比較黃性的話 生暗瘡的 生暗瘡又需要化妝的話怎麼辦 因為其實越化妝你就知道皮膚越差 但這個就是你化妝的時候 可以同時幫你殺菌和消炎 而且你知容易分泌油脂 容易生暗瘡的皮膚 毛孔是比較粗的 它亦可以遮瑕 消炎 抗紅 以及幫你修復暗瘡的同時 都可以令毛孔的粗帶和瑕疵可以修飾 這個是Primer 它可以塗完之後會有一層霧面的功效 還有它有少少微綠色 待會會示給大家看 可以令到你偏紅的 譬如是暗瘡的皮膚 就會令到它沒有那麼紅 它的成分裏面有洋金谷 還有生甘奢花等等 可以消炎舒緩和鎮靜你的生甘暗瘡發炎的皮膚 另外再說這裡先試 這裡有三種顏色 就是這個礦物正基礦斗遮瑕筆 它只有三種顏色 譬如你有暗瘡的位置 你需要遮瑕了 平時的遮瑕膏會比較焗身 油份比較重 有時候你會發現遮瑕完之後 暗瘡好像再大顆了 含龍更厲害了 這個它不僅可以遮瑕你的暗瘡 泛紅 印 還有它有消炎抗菌的功效 我們先試一下Primer 沾了出來 剛剛我手上有少許微紅 你也可以順便看看它調色的功效 沾了出來 會是Cream狀的 感覺也蠻水的 然後你推開 其實它的綠色真的很輕微 真的不會特別誇張 你看到我剛才那邊比較紅 你待會可以回頭看看 其實它也輕微調到的 我覺得調紅的那邊也OK 然後塗了出來 最重要是你覺得不黏 而且它有控制油脂分泌的功效 雖然你看到好像有點光亮 但其實一點也不黏 塗了上去 你會覺得皮膚的感覺涼涼的 也蠻舒服 當然你想那麼修飾毛孔的感覺強一點 其實你塗完這些Primer之後 就一定要加粉底 這樣你就會看到霧面的功效會強一點 現在我們就試試看霧面 我選中間的顏色 譬如... 譬如... 這裡有一顆膜 我們先試試看霧面 其實它的質感跟普通遮瑕膏的感覺一樣 正常應該是把你的遮瑕膏 塗得多於你要遮瑕的位置 然後用手指把旁邊彈開 中間的位置不彈開 中間的顏色我就覺得如果上手就差不多 它又不會特別黏 當然你上完遮瑕膏之後 你要用碎粉的時候 記住先... 塗在你加遮瑕膏的位置 它會保持久一點 現在我就試看霧面 剛剛呢... 我的臉這些位置呢 就... 旁邊... 有暗瘡了 我就試試看霧面 中間的顏色我覺得是差不多的 譬如... 好像我加了在暗瘡的位置 那之後呢... 就印開它 那我覺得遮瑕度來說呢... 那它也不差的 還未去到最高的遮瑕膏 除非你再上厚一點 如果不是呢... 就要多... 即是... 如果你一般一個層面的話呢... 就... 中度 那我現在還未加碎粉的 那我遮瑕上面的粒了 看看... 一次過遮不遮瑕了 那你見到呢... 其實都OK的 還有... 最重要是你不會覺得黏